红终出口 宝极高益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天是《华严经》的课程 讲的是《华严经》一海百门 今天已经讲到第二门的实际念基门的最后的结语 最后的结语就是第十一页 结语这边 《燃上诸意实际难思》这个地方 上一次的上课已经讲《实际难思》 这份教材都有 这两页的教材都有 讲到《实际难思》 所以已经把这个教材讲的《金刚经三昧经云》这里 已然讲完了 但是因为又事隔那么久上课 所以在上课之前再做跟大众再稍微再做一些导引 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就是开发行者 《念念之间》当下植入佛华严体 如果如是华严体 就如同祖师六祖为大众开示的时候 我常说《总静心念》 摩哥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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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念之间 就要在你的如是根本的大觉智体上 念念回光 念念如是心中照常 那就叫做《总静心念》 若你不是念念之间在自己的觉体上面 念念照常 念念回光 你将来也无法证得如实佛华严体 你能真的如是念念在自己本来面目上面 去不断地为自己去启发 觉察 将来才能够为你讲尽一切世界庄严 但讲世界还不许反省 也会让你不许反省 这意思就是你可以论及一切世界 甚至于种种品位 但是你都不会落在丝毫反省之上 去做种种世间的种种侧度 种种度量 然后论行仪里面不动道场 论一切行仪当下参就 也都是不动道场 讲这些话都不是讲虚言 也不是跟你讲虚谈 而是就是告诉行者 你念你之间当下就得如是参 就是念念如是精进 能够在如是祖师的教室上面 能如是精进者 那方明叫做难行方明苦恨 也是我常说的 如是的行持 就不是一般世间烦情之所能策度 根本不是一般烦情的思维 它的思量 所以讲到行仪不动道场 不动道场是告诉你 怎么样不动道场 那么不动道场不是讲玄 不是讲妙 不动道场 那才是逆你之间 为你过去与一切众生意识当前 你念你懂得如是清澈的割舍 念念之间如是彻底割舍 那如何叫做割舍 就是在一切过去 所有一些行为之上 你一定是用过去有为的思量 在做种种现前的认为或者是以为 做这种种策度 但是行者念念要归如是佛华掩体时 念念观如是摩合般若波罗蜜多时 就在如是种种心念意识之前的 种种造作当前 你都要直下去担当 那个佛华掩体当前 能够招查种种不同的种种思维的变化 在不同的思维种种万化当前 其实那个决心从来不同 因为决好决坏都是决 决由动不动都是决 决心从来非动非不动 他虽然能够为你呈现一切动与不动 但是汉传佛教大圣佛法 行者回家之时就是要直下去担当 就在这动与不动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动与不动 能知道动与不动的一定超越一切动与不动 你才能够知道 我所谓的超越就是一定不多动与不动 他才能够明白小了一切 是动非动 所以你在这些是动非动上面明了处 你根本站在念念之间 你回光的是根本心中的不动 但是在不动当前 你明白一切现前的一切有为之中的一切因缘本末 所以在法上一门本末 明明之了了见 在明明之了了见时 你念念都能够体会 当下明之了见处 那个心中的根本不动到场 那你才能够将来 你才能够论进心意 你将来才能够讲进世界 不然你随你所起的一切世间繁情之中的 但说世界名字都已经成什么 他都毅然豁重 因为你不是多明 就是多于相中古 所以在看教材上面 在社大乘论世云 今天要从社大乘论世云这里开始讲起 言实际者真顾明时就近明记 祖师古德开示 不是简单恶药 简单恶药 看到教材有吗 都有 社大乘论世云 言实际者真顾明时就近明记 但是祖师所有的一些文字 哪个不是在提起行者 当前的下手念念的行持 所以实际真顾明时当下 也不是只是为你解释明言 真顾明时是告诉心者 你当下念念之间直下 能够担当下手的心中的方向 什么叫真顾明时 真者容一切假顾真 因为讲到决心中的境界 没有一法你能够离开如是大决心体 所以讲到决心之中的境界之中 都是在决心之当前念念作用上面 所说的 所以讲真 真是什么 在决心之中所现的真 它就是一定能够包容决心当前随缘的一切片甲 随缘的片甲就是一切甲缘而起 甲缘故甲 因为缘甲故甲 但是能够甲缘 能够知道一些甲缘处 能够现了一些缘甲处 不都是你根本 因为如是一针的根本本来的自信 所以你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贯穿一切缘甲 不但能够贯穿缘甲 所以那个十字有个棉 就是宝盖头 像是个贯 不但能够贯穿一切缘甲 它也能够还缘甲于一针 何够如是 因为一切都是佛华言体物 一切万法不离 如是自信自信不 你能够找到一法 离开自信 自信之中 能够建立一法的吗 觉无是处 所以决心的真线前处 就是能骗一切缘甲处 决心你长到缘甲 你为什么能够明白缘甲 就是那个意义真处 假如你真的已经是缘 你已经是甲 你已经再缘再甲 你只能单一的现象 你是哪个缘 哪是哪个甲 假如你只是 种种的单一的缘甲 其他你根本不知 不知你又知道 什么叫做万缘 一切种种万甲 你根本不知道 一切缘一切甲 你根本不知道缘甲 在黑你只知道黑 你根本不知道白 所以你连黑都不知道黑 你为什么在一些缘甲起处 再黑再白 你都能骗之 在一切再黑再白 这一些缘甲假缘当前 你都能够如实 明明之了了见 你不知道 能明明是了了见 能够成就一些缘甲处 我早就是你的 一针的本来其名 只是过去什么事 道理不通时 你就是凡夫 因为你永远 住在缘甲最末少的认知 将来道理清楚时 你就在缘甲之中 念念回光 就叫贤者 念念回光 不是个缘甲让你回光 而是就如是缘甲 不动到场 甚至于就是祖师讲的 就入还家 就入还家 连这个缘甲都不必离开 叫不动 不动到场 之下照料 那哪一个缘甲当前 不是你的一针佛华言体 所以华言一海 祖师教授 你若是不认识如是自心 跟你讲进一些 华健华藏庄严 无有失处 你认得如是自心自体 将来你自然就在自心自体之中 你自然能够坦然担当 一切华藏庄严 所以那个时候在为你论世界论行仪 那种种历节发心 你都不会躲在过去你的烦情中的侧躲 什么叫烦情中的侧躲 被觉悟就是烦情 决心现前就是感觉 感觉现前似乎相中就是被觉 相中是被觉 但你要着相就成真的被觉 但是你认为相中的被觉 你以为的被觉 其实根本从来不被 为什么不被 因为他念 你觉得被觉处 哪个离开过决心所先 决的被觉 当前那句话被觉 被觉都还是觉 能够知道被觉 决心都在 所以愚痴之人 一般凡夫就在被觉之中 想要找到一个不被 打身佛教 看穿佛法 就在过去 你认为被觉 找不到觉处 当下此句 你都会发现 原来从来 决心不失 从来 那衣里的明珠 从来都在 那个破壁 衣里的明珠 念念 都在 根本怀中 你能够如是思维 将来新手之时 就能够救路还家 你若是不如是思维 眼见色耳朵 纹身 每一天早上起来 一开始起心作意 都落凡尘 那个凡尘之中 就是我常说的 地藏金菩萨讲的 无辜是罪 无辜是叶 决心现前就如 镜子照色 照色之时 就是在那一点上 照色之时 其实就是静体 离开静色 你找不到静体 静体是无色无形 没有一个状 就跟决心一样 找不到它 决心现前处 就是感觉 你如果在感觉之后 再找到一个 你可以指成 有形有状的一个 叫决体 绝无是处 但是这无形无状的集体 它就是能够起成一切 种种感觉 那就是决体的根本 不可限量 不可预测的形状 但就在那一点上 你知道时它就是静体 它就是决体 你看错时就是静色 当你觉得是静色时 你就是背静所色 背开静 所以说背静 背静不是正有个静体能背 而是你真正就忘记镜子了 背静所色 色中能起护着 那都是结业之时 结成业感不开始 背觉所感觉 那哪个不是罪 哪个不是业 哪个不是业 为什么哪个不是罪 亦然是过是非 所以是罪 为什么那个是业 念念如是造作 念念如是惯喜 所以将来一定成业 那个业力刚强到 你根本不可能去认 当下都有决体 业力刚强到 你就会自然而然 就习惯说 就是应该如此 就是应该如是 但是那个业力再怎么刚强 再怎么刚强的那一面 都没有离开过决体 你只是习惯 背觉部 说种种语言而已 所以告诉你真顾名实 真顾名实不是只是解释名词 真顾名实就是行者的下手处 真在哪里 你能看到真吗 有一个真在你后面 能够让你让你亲眼 或者让你能够指成吗 不是 那是行者念念至诚恳切的 当下关心 至诚恳切的念念 就如是 如同祖师所说的 总静心念 摸河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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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总静心念 你能够排除现在的万念以后 你再有个总静心念吗 当然不可能 就是在你现前 一些原假当的念头 过去这些念头 都叫做什么 都叫做烦恼 都叫做杂念 为什么杂 因为他生命差弱 祈福过杂 但是就在这些杂念 祈福当前 你念念 看得出他的本来面目 叫做静 就在那个杂念当前 你看的依旧是杂念 那你心中也能知道 那就是你心中 能启成一切万象 能澄清一切万法的心中 根本大智慧光明体 就是摸河 波罗 波罗 所以我讲说 中国祖师造这个 在佛门之中的这个用字 波罗 他就用般若 虽然有破音 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字呢 过去古时候也有古人写的那个波罗 就是用同音字 那我们为什么都用这个字 因为这念心 他是用波 波是为什么破音 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的 世间发音 然后那个字像呢 那就是般 为什么叫般 他就能够入一切平常 能够入一切平常 波罗尼道彼岸 达彼岸 就是在如是一切担当 一切平常处 你能打彼岸 什么叫你能打彼岸 就跟行者说的话 说你能 你能是 启发行者 应该懂得发心 告诉自己 决心中的种种 应该有的 你念念回光值 你要知道他的智能 智慧 这必然智能 什么叫你能 就是你要念念观想 什么叫打彼岸 绝随原处 就如同镜子 随色之处 他就全体作色 这是达彼岸 然后你说 静色 你看到静色时 他其实全体是静 所以达彼岸 所以你看到静时 你在哪里说静子呢 指色 是指静 所以达彼岸 你在哪里说色 说静色呢 你指个静 就知道有静色 达彼岸 所以万法成就 能入一些平常处 他指此 就能够指彼 指到彼 就能够指此 所以指此指彼 指不住 指彼指此彼不住 此彼不住 念念打彼 彼岸 就叫波罗密 你的决心不就是如此吗 你天天在用的决心 不就是如是吗 但是我们却在 本来决心之中的 根本清明实力 却念念多与彼 因为多彼 就叫魔王 叫他化自在 你依他说话 你以为在里面 常养 游乐 兮兮 就依他而起 决心当然可以依他 但是决心依他指是打笔 你不认识那个依他 你也不知道是绝 但是你却 决心一点的依他时 你却躲在他依 那你就是从此流钻 什么决 什么叫决心一定能够依他 决心起处 现那个像 有依他的像 决心随缘时 有依他的像 但你真的说 真有依他吗 不过像而 那有依他吗 因为你觉得依他都是绝 但是要是不能够起成依他 那决心之中不能够昂然 不能够灵敏吧 但你不要忘记万法为心啊 那依他也是 那你怎么真夺依他呢 起成他依呢 那叫实可怜悯 所以修心行者 你逆你之间要知道真物明实 所以你就要才观 心中的那个一真 你能观如是一真实 那才叫明实 为什么叫实 你才能够贯穿一切 那个时候贯穿 方便跟你说原假 方便跟你说假缘 说如是原假 说如是假缘 如是名字 没有障碍 但过去说原假假缘 你就已经一分为二了 我说的原假 是禁题他的真性之中 一定能原假 我说的假缘 是禁题真性之中 必定所呈现的假缘 所以讲假缘中 你就知道是真 说原假中 你就知道是真性所起 那这个是谁修的 这个不就是行者 要熟悉贯穿的 念念的熏悉吗 那就是波罗密 修波罗密法门 你要看到一切 你要知道是绝 看到绝中 你要担当一切 这就是大圣佛法 不同于二圣 小圣小教或仁天 总统小教之中的 所有一切行者发行 你最初下手 就没有离开过众生世界 你能明白 你能念这样子如是观 才能够为你讲尽一切教义 再说世界 再说种种形移 你不能明白 理 体 都已然 不认 暗顿 再说一切文字言谈 不过多争一闷 说得再天花乱坠 不过就是自取歧途而已 就历史无常讲的禅宗 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可以不计较 不在乎 光说这个你都在计较 在在乎 因为你有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计较 因为不计较 你就把自己放傻了不计较 那是都不计较 世间那些智能很差的那些 鱼齿小儿 都应该都叫菩萨 都叫修行 因为他不懂得计较 谁跟你讲出那种不计较 谁告诉你那种不计较 说不计较处 言谈之间 没有替你讲到任何行者 当下 与自己大觉心体 佛华音体上的念念 丹丹跟回光 你那些话 就叫做魔术 假如是行者 你讲出一切法来 都会看得到 你自己当前的教授之中 念念于觉醒之中 念念懂得反观 念念懂得 念念 志诚恳切地去面对的 你再说不计较 那不计较 是在哪里说的不计较 是在决心之中 我如何还在计较呢 决心觉得是好是坏 我如何 决心是好是坏都是觉 我如何还在 是好是坏计较上面 就许命一觉了 许命另外一种感觉 我根本觉得好坏之时 绝好绝坏那个绝处 我不是在好坏之中 彼此计较之中 在磨得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他能够将来正如是心中的不计较处 他是能够深入一切好坏因缘本末的 所以告诉你什么时候是好 什么时候是坏 坏有什么样的因果本末 好有什么样的将来的种种善根善缘 他会为一切众生分别善巧 一切计较 怎么不计较呢 或说不必出家 或说如何如何 你不知道该现象吗 那也不是说决心之中非种种相吗 因为非种种相 他才能够入种种相 那是觉 谁跟你说只是说非 要只是说非 你就是根本不懂决心 要懂得决心在决心中观的时候 你知道决心非种种相 非种种相是你在哪里说非种种相的 你是看到一切相在你决心中呈现的非种种相 因为一切相能呈现出那决心是哪个相 所以你方便直下担当他非种种相 但是你在说他非种种相时 你是能深入一切种种相处 你才能担当非种种相 为什么这个人有如实的回光跟智慧 因为他是真在决心上参的 他是真在佛华人体上体会 那万法维心都是绝 那你怎么会说一切相中你不知道什么绝呢 所以决心现前就是种种差别 决心现前是差别 但永远记住决心一定是无差别才能现差别 决心是差别就不能现差别 但是决心的无差别中在哪里说他的无差别 无差别就是现今种种差别他才无差别 不是吗 不然你在说什么无差别 所以他才跟你讲尽实如 如是法如是相 性体力作因缘过报奔魔究竟 你法如是行怎么会没有如是相呢 你请如是行怎么会没有如是利呢 如果在这个上面说不要或需要或不要呢 谁跟你讲需要不要 当然要是发如是心 就像一个孩子想要去好好读书 他面貌容喜行仪都会改变 容颜都会变化 怎么会没有像呢 所以我常说世间有寺庙存在 有出家人存在 但批的一字字箭加上 世间法中还有如是相在 表示法还未末 何以故如是相 如是法呀 如果说不要 那想着法就末了 就像小孩子读书 应该说不必上学就可以读好 当世间没有学校时 没有学生时 这世间也就没有任何什么叫知识学识 所以有的人谬论 所以过去也不见得有学校 可是就是有会读好书的人 那就那里几个 他为了让大众都读到什么叫做读书的 这个重要 所以他才能够建立学校 建立私塾 建立种种能够受教教授的地方 那几个能够自己天生下来天赋异禀 过去的福德 他能够成就的 那不是普遍的吧 所以有很多 因为不知道真顾明实 所以他不知道能入一切假 因为不知道能入一切假处的那个一真 所以他永远忘错英国 所以设大圣论是云 真不明实 究竟明记 什么叫究竟 所以讲到 刚刚讲到真因为他能够远讲 那什么叫究竟 究竟不是单止一真中说究竟 一真之中他就能够骗假 那究竟就是什么意思 那个一真的究竟 就是能够成就种种弯差 成就种种别迹 那叫究竟 你不能成就弯差处 你就根本不是一真处 你能成就种种千差万别 清清楚楚处 就是一真现前处 那我说的成就千差 就不要听错了 有很多现在的都在忘说 就敢做一些坏事就是很成就 就叫正量 当你能担当一些千差时 就一定是不夺 任何一差 那才叫担当千差 就像镜色能照万色之时 他一定不夺一色 但夺了一色 你但执着于一色 你就根本不知道其他的色 那怎么叫千差呢 所以如同普贤王菩萨摩合萨 普贤者骗己 他能够成就一切法处 他就是什么 那就是一切心中 超越一切法的大恨之所在 所以那叫大白相王 他不是躲在任何种种相中造作 但是他一定能够明白一切 明白跟统一切相中的本末 所以他是那个相 大相的相 但是这个大相的相 能够一切万象 起身种种万象 所以你不能担当千差时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计 担当千差时 仿佛就有计 但是这个计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为你凸写一针之中的 根本性中的智慧大名 因为那个计真不是混乱的 什么都不知道是真跟好 或者什么黑跟白都捏在一起混乱 当然不是 寥寥分明 寥寥分明就有什么 就有计分 就有计分 但是如是真计 是如一切记中的根本无记之记 在无记当前 什么叫无记 因为那个计真 能如一切记处 记中仿佛就是千差寥寥分明 但是你能够知道寥寥分明处 它不是因为种种千差之中的寥寥 因为刚刚跟你讲过 千差就根本不能寥寥 能够明白寥寥处就不是千差 但是没有千差不能够知道你有寥寥 没有寥寥你不能够入一切检查 这不是决体 你不是都在用这个佛化言体 所以祖师讲经述论 就是让行者习惯于 你如是离体里面 纵然归家 当下发愿归家 你知道你本来面不都在啊 七哉七哉天下苍生 本来都聚诸佛万德庄严 不是吗 那有人解释那天下苍生 那我也聚万德庄严 谁要你这样去解释 你这样解释叫贡高 为什么这样解释叫贡高 你说不是都聚万德庄严吗 既然都聚 都是苍生 都是众生 哪个念头 不是你根本 决心之中的根本始末 叫做都聚万德庄严 你在你的六根六成所限之时 你都知道那句话 奇哉奇哉 天下苍生 本来都聚万德庄严时 你这个 才叫做 知道 你原来 念念是佛 那不是你抓的一个 我那个象中还在其大功高我慢 所以以为这个 躯体将来 我这个形态 这个我知将来成佛 但是你每个念头之中 你都知道都聚万德庄严处 你将来必定成佛 那个佛就是什么 那个佛知就是 真故迷失 久尽明迹 如一切真寂果 如一切实寂果 所以你明白六根六成 都本来都聚着诸佛万德庄严 那你所起的一切 起心动念 你还在 你还会在 这种凡情造作上面 做种种衡量吗 不会啊 那你不问你在做什么 就是每个念头之中 你当下就习惯 念念之间归家吗 你就已经开始 叫做回光 叫做反照 你也念熟悉嘛 所以昨天在上课也有人问我 那只要这样的回光反照 只要知道绝体就好了吗 其他世间的一切世间 道理不用知道吗 你现在躲在种种 众生差别也中 就算让你知道 你这不过就是你的紧挖之箭 你知道什么 你能够跳出你的业力 知道一切道理吗 胡扯吗 你讲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道理 你要知道有什么意义吗 而且都是聚业所起 凭个人的种种差别业之中所述的 你知道他干嘛 你真想知道世间道理吗 你真想知道一切世界道理吗 这断掉你这个业中分别 断掉你如是的分别业力 还你本来亲近 那一念心那一念绝体 从来都在根本不失 你照见如是绝体 他就能够自然带你进入一切万法 一切道理 那叫滑脏庄严 你要是没有那种行者的打破 那种真正粉身碎骨的发行 你将来就是可怜云云中生 你就是可怜自己愿意甘心 这一生中就如是卑劣可怜 将来生中又统如是卑劣可怜的 狭隘的世间的认知夜感上面 在座将来夜感之中的狭隘 然后拿如是狭隘去认理将来的世界 那世界还是狭隘中所起 那狭隘的世界还你狭隘 再狭隘 狭隘到什么程度 狭隘到铁围栓线 那是真狭隘的 你的言语之间就会被铁围 被随逐那个隐身 隐成守护隐成的两只狗夹在一起 那就是地狱的欲了 为什么是两只狗 狗是废隐 废身的 有隐有身 它就跟着它废 你不知我们心中的妄念就这两条犬 主隐 废身 就两条狗 那一切言论都夹在其中 这样就是地狱下 自作地狱了 那这为什么是主隐废身 不跟你讲无故是罪无故是业吗 你现在说的一些感觉不都是感觉上的事吗 你都忘记能感觉处是觉体啊 你从来不这样的回光过啊 你要是懂得一切感觉中都是觉体 将来你就慢慢之间在感觉现前处 你就自然已然就算还未震到 自然你已经都懂得 马上有个力量是回来的 叫做回光 回光的力量你都自一生中要摘得到 这个回光的力量 在儒家就叫人心 人智啊 它虽然味道必尽 但是用世间法中如是至尘 如是恳气 你都可以看到 在一切法中你有个良知 良能存在 世间用良知 用良能的 这良知 良能上面不是说它没有恶念 怎么可能没有恶念呢 那一讲到恶念 你们就会怀疑恶念之中 圣神的念头之中的总统过去的夜感那种罪恶 你但要知道良知 良能时啊 你看到世间 看到黑 你不知道黑吗 假如黑叫恶的话 你看到众生不好的行为 你不知道那叫不好吗 那行为是叫恶的话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你都能够知道一些恶 什么叫知道 就是你心中能浮现如是影像 能够启程如是音声 但你在这个阴相 阴神之中 你是知道它是叫做恶 而不是你不知道 你都知道 但是过去没有良知 良能的 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呢 当你知道时 你就是恶心现前时 当你知道处就是你随缘造作时 当你知道时 你已经被它熏染时 你有良知的人 知道一切 一样知 不受其勋 反而还能够明别因果 无良知的人 你单接触就会被它影响 所以如同世间很多怪地乱神 儒家的高手你自不宜怪地乱神 你常常去说那些怪地乱神 你小心就已经被熏染了 因为你不是站在知心的良知上面 说一切知的 你是都在知中的执着之中 说一切知的 就例如我常说的 现在有很多人参禅 急于参禅 然后教授如是参禅的 就是也不负责 或许只为一些 个人现前当下的一些企图 他不负任 他不管任何因果 就像什么洞中惨了 什么惨 那这些人从来 不要说良知了 从来那心里面的不静观 跟那个心中的 当下的出离 就是那种念念知道能舍的 那个心都没有现前 那个资良都没现前 你家参禅 然后还会跟他妄说境界 这个是善境界 那个是瑞孝 都在残害他的发生 因为参禅到有些境界现前时 他那个心平常的念头 他不是良知 不是良知是什么意思 起来什么感受 就向上面攀远 就抓到那个刚强 因为众生凡复过去的袭击 就是有感觉知识 你紧紧抓着感觉 就是那个夜地的千禅词 最大可怕 那叫相续 那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根本心中还不能放手 也不知道什么叫不静 也没有任何资良 你家参到最后 走火入魔者陀 一有境界 哎呀有境界了 或者是看种种光 光种种花有境界了 你不知道 他在看那种光跟那种花时 一下心中那种欢喜 有多感受的魔渊 深渊之中 因为他不知道觉得有光的时 他又觉得 觉得光的是谁吗 那个决心他有体会过吗 觉得有华之时 他又知道良知在哪里吗 决门之中 为了考验行者 在他在一切参就当前 或有瑞相 那瑞相现前 就是祖师讲的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佛来佛怎么展 佛来 再大的瑞相现前 就用你的根本决心的光明 看他叫佛来佛展 但用决心 但又如是佛性 一起感受自然消息 那什么叫佛来佛展 那什么叫佛来磨展 恶相现前之时 你就明白知道他是恶 但要明白知道他是恶 磨相自协 为什么明白知道他是个磨相自协 因为你已经在决心上参了 决心上参时 最初你知道的决心处就是明白 你将来你自己试试看 你不要说你在参禅 将来在佛门之中 讲的了脱道中 解脱道中的任何修行 你用在世间 任何感受就是情绪不好 种种负面的一些情绪现前时 你只要心里能够让心静下来 看着他知道 他就是负面的情绪影响 你会发现 你只要这样能看着他 是明白他是 但是将来久而久之 再有同样的业力 纵然排山倒海而来 你已经可以对他默然 他再也影响不了你 所以那种影响不了 还不是究竟 但你用到世间的造作的类似心态 你都可以得到如是的效果 何况是讲到你本来灭目 什么叫类似的心态 就是你决心之中本来就有如是至得 你明白处他就起不了作用 但是众生不懂得什么叫做 根本决心中的道理 但用到世间有类似明白的作用 他也能够收如是效用 甚至于在智德大师讲的 《诗三菠萝蜜》里面有点小病 一旦要心尽心观他 在哪里痛 观如是痛 心放在如是痛点上 但你们现在因为不熟 你也不知道怎么放 虽然 他能治病 所以叫心为一起果报功德主 这个我们是最有经验的 为什么最有经验 我们每一年醒脚 底下那个脚窗多大 多深 烂好几天 而且是发龙的烂 烂照走 不是不走 一走不是说你只要走两步 走二十公里 而且要下雨 然后那个烂窗 泡到水里走 痛不痛 痛就是怪那个痛 虽然我们还没有像 尊者毕临切伯措一样 当下知道的 清静心 无 虽觉觉痛 无痛痛绝 对吧 另言尽讲 但是我们因为有 如是前人之中 古德跟祖师的这种教授 所以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那个痛 看得出那个痛 告诉你 痛 依旧痛 不是一般人以为的 痛就不痛了 错了 他只告诉你 绝清静心 无痛痛绝 清静心不是痛痛绝 那为什么他会跟你讲无痛痛绝 就是痛绝还在 痛绝还在 但他不是痛绝 叫无痛痛绝 不是说我根本清静心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世尊成佛一样告诉你我头痛 我生病 释迦摩尼佛都给告诉你我头痛 但是你不能说释迦摩尼佛真的有病 为什么 因为他都在决心之中 正的如是大觉体 叫做成佛 叫做释迦 叫能仁 能仁就是能偏知一切法 能及当下根本不动 所以他觉得痛时也是啊 绝痛跟绝不痛都是绝 他一定能够知道痛跟不痛 甚至他比你都还清楚怎么痛 一般我们是凡夫一痛 你搞不好就已经快晕血了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痛的变化 祖师 圣人 菩萨 诸佛 他那个痛中他搞不好再剧痛 他都给你分析出来 那个痛中的种种过程 是抽 是刺激 搞不好他讲的比你更维系 不是比你更维系 他讲的都能够入一切维系 因为他就在决心上看痛啊 决痛 决不痛都是决啊 那你说这个决是痛是不痛吗 所以你不能说释迦有病 那你不能说释迦不知道痛 不明白痛 那决心不明白痛 痛不明白 那还叫做大圆满绝 但你永远没办法体会 你可以觉得痛是决心肺痛 什么意思 而决心肺痛出乎 他念你之间还能够如实 知了一切痛 这叫道价慈黄 但这事实上就是你决心的根本面貌 所以一切感受都要在 你不能离开一切感受 但你却要在一切感受都在之时 都这么强烈当前 你要证得它的本来面目 将来在本来面目上感受就依旧在 过去没开过时 是什么感受 现在依旧是什么感受 讲起来简单 那是难行 那是苦恨 我说那个难是特别困难的 所以在看教材 所以祭身即是边际言故 所以这个祭叫当逢者祭 当下逢处 祭身则是边际言故 就是边际 它能够处于边际 为什么在论事之中 要特别把祭身拿出来解释 那真不明实 它就没有解释 因为祭就是刚刚跟人讲 你要知道它能够深入一切 种种差别 所以祭身只是边际言故 边际而说 所如是边际处 你要知道它能够入一切 差别边际的根本一真 那根本一真处一定明白边际 你才知道它一真 就像镜子能照万色 你才知道它叫镜子 空一定是能于荣誉万有 你才知道它空 你绝对不会说 我家有一个好大的空间 但不能放下一点东西 那是空吗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空 你看它融多少有 就知道有多少空 那你要知道什么叫有 你明白它空 谁去看的就是有 所以那个才叫做什么 那个才叫做入实际 所以古的讲的实际难思 是在这里难思 所以第二门之中叫你实际练机 教导行者实际练机 从第一门的原生会集 你刚开始入门之时 你要在一些原生当前 你念念会集 会什么 会你根本 指约性的根本清明门体 到原生会集 当你要感受之中 你都能会集时 将来你就会发现 你这点智慧 你就会贯穿一些感受 叫实际练机 它不但能贯穿感受 贯穿数 它不落痕迹 再也不是贯穿感受时 它再也不是还抓着有一个感受 那叫练机 它能贯穿一切感受 但它已经超越一切感受 你只要刚开始用原生会集 你自然就能再进而心中 能够体会于实际年级 当然下面就长到种质普要 那是一次一次的心中的如实的真相 那是一次一次行者 逆逆之间为你 在修行上面不断的铺陈 建设 不然你以为古德在写这个干什么的 给你解词 让你解释文字 没有作用的吧 就像六祖 讲到这里讲到辟语 六祖 六祖在开篇的时候叫行游 那一章时 他特别告诉所有来请法的 叫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但又此心知了成佛 开始就告诉大众如是讲 在第二篇时就是告诉 总敬心恋 波罗 摩克波罗 波罗尼 所以祖师开始教授 就是要先提起大家 念念之间先明白 念念在菩提心上参 然后你才能够听祖师所示 他的过去求法行游 你又不在波罗尼上 不再如是菩提自信中参 那说一句 这些求法行游 得法行游 你就把它当成属他人家财宝 你不知道事先万法 福里种种因缘时 就福都求法因缘处 世界万法 虽然祖师的名字 祖师的怀念 祖师的过往 祖师的生平 其实都是你心中念念向道 那一念最初的气主 气 气阴的气 气主的吉祥 你才会发现 不可思议 你没如是意缘 你还碰不到如是名字 如是行游 所以祖师在他前面行游中 开始就讲到 且听会能行游 得法是意 得法的事 事情的事 那个意 意里得法是意 他马上就说 会能言赴本贯泛养 左将流于岭南 左兴州百姓 六主本来无应勿的 他何必跟你说求法行游 得法是意实实 先那一句话 先带到他的父亲干什么 可有关系 那为什么这个父亲 却在行游之中 那你说介绍他的生平 得法之中 根本连生平都不重要 就如同祖师碰到吴祖时 吴祖跟他讲说 隔疗也来做佛 所以六主讲说 人有南北 佛性岂有南北 隔疗神与和尚不同 佛性岂有不同 那这表示他根本不是在过去生平上 那为什么突然要告诉你 会能言赴本贯泛养 会能祖师的名字 明慧 但是就是告诉你 你念念之间 也就是六祖跟五祖讲的 隔疗神与和尚神不同 佛性岂有差别 你不要只听这句话以为 那我们这个神跟和尚一样 错了 你没有和尚 你根本不能够称隔疗 你根本不知道隔疗 你才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出相近差别 和尚跟隔疗就是差别 但是你要如何能够知道佛性没有差别 因为要与和尚 和尚是谁 和尚就是你心中的向往 医成 你要与和尚时 你才能够方便说 隔疗神与和尚有差别 佛性和有差别 就类似我刚刚跟你讲的 感受就是差别 你要猜如是决体之时 你那如是皈依处 你才能够知道 感受的差别处 在决心之中没有差别 所以那才叫行有 行有没之后 你都要知道当下的行者 你那之间你要秉承 和心中的威胁下手 你那之间因果不能够错乱 所以如是的慧能 慧就是什么 慧就是人心施慧 施什么 施如是的性能 叫做慧能 大绝心体 大绝心体 本来是绝 绝明所限 就是施慧一切能处 最初的能心所限出 慧能 但是这个能一定是在什么 一定是在世间 它一定能限世间 能够限出一切能处来 能限于这能处来的 这一个命脉 命脉者腹 那叫严腹 本贯泛羊 泛羊是什么意思 泛者是模范的泛 羊是太羊的羊 泛羊者 是一如是绝照而起 就是泛羊嘛 那你说他 师父你想这个 他祖籍泛羊 他讲天方夜谭 你这样就解释 所以讲到谭经 既然讲谭经 你要登如是经 就要入如是谭 你听如是经 就要登如是谭 那里面所有的一些文字 都是迹象 所以谁讲 大道难会议 世事 世间中的世 早已泄天机 所以这个心中 就是他的父 就是本贯泛羊 我们念一念 念一念知道 念一念要参念 一个能心当前 你会发现 那个能心的现前 那其实都是泛羊 因为在世间中 都是在一切 以绝羊为其 一归程序 叫做泛羊 左将流欲凛蓝 左将 在世间法龙 左将叫做精官犯错 流放到凛蓝 才叫左将 但是在自信之中 看左将呢 明明这念心中 刚开始的密脉 密脉就是泛羊 但是左者从工 工作的功 右者从口 左者从工 就是在一切坐向 决心随阳时 他念一念就在坐向之中 你会发现 他是向下随缘而去 要做将 所以流欲凛蓝 流放 那就是等于 等于是什么 本来你这一年泛羊的心 本来是统一一切 世间的 种种政治的 这些力量 就是力量跟智慧 所以如同精官一样 但是犯错 犯什么错呢 在自信中的犯错 就是错人缘起 那怎么错人缘起 就随其坐向 就叫左将 左者 左这个字啊 它是从一个工作的功 流于领栏 领栏是什么 领栏在过去唐朝那时候 叫画外之地 领栏 就作为画外 做新洲百姓 新洲就在画外之时 新者叫变化 与万化而居 以万化而居 如是 云云的 种种 种向流浪处 叫百姓 新洲百姓 就这一段 接着他父亲就这一段 做新洲百姓 但你仔细思维 我们每一个内念心 内念心种 念念懂得如是 念念照查自己 决心会能的 内念心种 一直会在内念心中 那个命脉 都本观翻扬 那为什么至今 我们会沦落在 感受的最末少呢 因为左将流于领栏 做新洲百姓 从此以后 语音不正 站在百姓 就是新洲百姓 变化苍生之中 什么叫语音不正 就如同八正道讲 正见 正行 你站在感受之中 说种种话 就是语音不正 就不是正见 你要明白 你一定正在决心之中 明白一切见 那都是正见 纵然你还为正的决心 但你已经知道 在一切见觉当前 你体会那个能见 那已经叫做 向正见到 所以我们的发声也是一样 我们现前的发声 哪一个不是变化之中 多于万化化外的 种种声音 所以那叫阁疗 那是阁疗 我们哪一个念头 不是阁疗 但你什么时候 这个阁疗才能够做佛 你知道吗 要遇到和尚 你那一念心 纵然我们现在说 我要出家 我要向道 你光那一念 也是过去习惯于化外之音 所以六祖都说 我语音不正 这一念你再发声 我要向道 都是语音不正 为什么不正 那念念 你依然是躲在感受的区块 还有一个我要向道 但是躲在感受的区块 也没离开过绝啊 随间几处也有感受啊 所以你不要怕有感受 就怕你不认得和尚 所以六祖位于和尚之前 卖柴为圣 六祖遇得和尚之时 去什么 去这个大辽 就是苦恨当中啊 去批柴他多 他一样批柴 过去你磨身之处 助你将来归家的资粮之本 磨身是柴 所以你在那边取卵 取种种光明 回家就是在破炉式过去 你以为取得那个卵 取得种种光明之中的 过去资深的行当 这样批脱如是行当 那我们也要念念之间 就在感受的最末梢中 你过去以为资深的 资 资助的资 资深的种种 从你的念头当前 要批柴他多 冲出他的精华来 所以古德讲的这个行由 你要真去读那个谭经啊 从开篇每一个字意上面 你都好像 你都好像 假如你在决心上体会要深的话 你都好像都在质疑你 因为让你照查先前每一个念头 哪个念头不是 那念头的根本明白 哪个不是范阳 因为就是范阳一阳而起 所以才能够做这样 六亿领栏 才会做新州百姓 那明白如是道理是 你就在新州百姓 就是种种 杂念当前 就是新州百姓当前 你要知道他是范阳 什么叫知道他是范阳 就是一大觉的种种绝光所现 你明白是绝光所现 你就回家了 你不知道那是范阳 就流浪了 所以没让你避开感觉 就怕你不知道 当下是根本大觉 那才叫可怜名者 大众请合成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弟子与众生 借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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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